出版了上两集Tesla影片过后 果然不出两个月 又看见Elon Musk在各大文章中出现了 在社交媒体里面也不断的刷版着 Elon Musk成功以440亿美元收购Twitter 当然在网络上也生起了各种的声音 说他明知道不赚钱 为什么他还要买Twitter呢 从多年的财报来看 Twitter在9年之间只有2年是盈利的 其他年份都是亏损 那么Elon Musk为什么执意要收购Twitter呢 而且和Facebook YouTube的体量相比 Twitter要小得多呢 为什么Elon Musk只向中了Twitter呢 当然作为全球最有个性的企业家 Elon Musk的格局一直都是有目共睹的 当中肯定是有他别具只眼的一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索这家公司Twitter 从中了解他是如何兴起以及衰落的 以避免在未来我们的企业中 也掉入同样的陷阱中 大家好,我是Carson 这是一个带你一起探索世界著名公司 了解事物的本质 开脱眼界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知识分享内容 请记得订阅 以及打开小铃铛哦 如果想更大力的支持我们 可以点击description中的链接 Buy me a coffee 这样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资源 来制作优质的影片了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Twitter是微博客的典型应用 它可以让用户更新不超过280个字符的消息 那起初是140个字的字符 这些消息被称作为关于名字Twitter的来历 Twitter本来就是一种鸟叫声 创始人认为 这鸟叫声是短的、平、快的 符合网站的内涵 所以选择了Twitter为网站的名称 Twitter开始时 是由Twitter共同创始人 Jack Dorsey在2006年拥有的想法 Dorsey最初将Twitter想象成 基于短信的通信平台 根据他们的状态、更新 一群朋友可以密切地关注对方 正在做什么 他像是发短信 但其实不是的 在博客公司Audio的头脑风暴会议上 Jack Dorsey向Audio的联合创始人 Evan Williams提出了这个基于SMS的平台 Evan和他联合创始人Biston 让Jack继续在这项目上花费更多的时间 来进一步的发展 在2006年3月正式的推出 2006年的5月 Twitter正式上线 Dorsey发出的第一条Twitter信息是 Just setting up my Twitter 在最初的阶段 这项服务只是用于向好友的手机发送文本讯息 2006年底 Audio对这服务进行了升级 用户无需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码 而可以通过及时的讯息服务 和个性化Twitter网站接收和发送信息 Twitter正处于其最大的增长 突飞猛进的风口浪尖 2007年 SavSavOS互动会议看到 Twitter的使用量真的是每天都在激增 该活动每天发送超过6万条推文 Twitter团队在此活动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但从多年的财报来看 Twitter在9年之间只有2年是盈利的 其他年份都是亏损 那么 Twitter是如何率弱的呢? 当Twitter还在为是否开放140个字的限制 反复纠结时 Facebook的InstantArticle已经成为纽约时报 Buzzfeed等新闻机构最为看重的分享平台 当Twitter不顾老用户的怨言 将Favorite变成Lite的Button时 Facebook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点赞的单一的情感表达 将大拇指升级为6种萤幕剂的表情 当Twitter终于下定决心将Periscope整合进Timeline时 Mark Zuckerberg已经将直播提升到重重直重 在移动端底部加入一键直播按钮 Twitter迟在2011年6月才支持图片 直到2016年才不把图片记作20个字符 种种对发图者的不友好 让Instagram迅速的崛起并且绝成而去 但为什么不早早加入图片呢? 为什么不消除掉140个字的限制呢? 为什么不放弃严格时间反序来排列的讯息呢? 其实最初Twitter的设计压根就没有想走社交这条道路 事实证明Twitter选的这条路真的不好走啊 Twitter坚持排除图片 考虑的是讯息传播的效率 一张图片会大幅度的挤压Twitter的显示空间 而且图片往往会给讯息传播带来噪音 严格坚持反时间线顺序排列讯息 也是从传播的角度来考虑的 所谓反时间线排序指的就是 讯息按照时间的顺序从现在排序到过去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打开自己的朋友圈时 在你的朋友圈最上面的讯息是最新发布的 往下刷的讯息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 从近向过去排列的 然而Facebook和新浪微博早在2012年就放弃了这严格的时间反序 使用的是智能排序 时效性不再是讯息排序的唯一依据 创作者的权重、热度、比如说转发、评论、点赞数等 那么Twitter可能最大的失败之一在于单纯的为了保护或者是提高效率 而忽视了一般用户在使用产品时的体验 如果用户体验很差 那么用户活跃度就会很低 用户活跃度下降导致讯息传播率的下降 要比上面的问题严重得多呀 对于Twitter的衰弱 市场竞争激烈当然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目前美国网络社交媒体大的玩家有十来个 既有老竞争对手Facebook 也有后来兴起的Snapchat、Instagram、TikTok等等 这些公司不断地推出新的服务 争夺用户 特别是年轻的用户啊 网络社交媒体行业兴起已有十来年的时间 对于用户的争夺如今较早期要激烈得多 其次 Twitter的商业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 而公司自身在这方面长期没有突破 Twitter是面向大众的社交媒体 主要讨论的话题是公共事务 由于用户之间是低关联度的 言语欺凌现象也比较普遍 这样就影响了自己的名誉度 也影响了其商业价值 而Facebook呢 是高关联度基础上的社交网络 用户之间信任度相对的高 最重要的是 Facebook底层的大数据要比Twitter更有优势 除了基本的年龄和性别信息之外 Facebook还掌握着海量的用户数据 它知道用户的偏好 爱好 家庭关系 还有其他的数据 但Twitter却没有掌握那么多关于用户的构成 偏好或者是喜好这方面的数据 互联网广告行业的基本特点就是 得数据者得天下 因此Facebook在广告竞争方面 相对后者具有绝对的优势 Twitter从成立之初就存在着严重的内斗 在Twitter刚刚开始走上正轨的时候 创始人Williams Dorsi和Klass之间就发生了权力斗争 最终在Dorsi强烈的要求下 总是会决定将Klass赶出公司 只给Klass一点点现金和股权赔偿 2006年7月Klass被赶出Twitter 同时Dorsi成为Twitter的CEO 而Dorsi是个典型的鬼才 在2006年Dorsi开始在公众场合 以Twitter的创始人身份亮相 经常参加各种明星 政客还有富豪的派对 同时Dorsi当时也迷上了服装设计 在服装上花了很多的时间 另外在2009年Dorsi成立了支付公司Square 这样的生活导致了另一个创始人 Evan Williams的不满 最终董事会在2008年时决定更换CEO 由Evan Williams出任CEO 在2011年 Dick Costolo借替Evan Williams成为Twitter的CEO 这是这家创业公司成立5年来第三次更换CEO 随后在2015年 在Square当货成功之后 Jack Dorsey又联合其他投资人在董事会 罢免了Evan Williams再次的成为Twitter的CEO 在成立9年的时间里面 4次更换CEO 同时无数高管离职 仅仅在2016年就有11位高管离职 在这些更换CEO的过程中 Twitter的定位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 在社交和媒体中摇摆不定 如果回顾Twitter的历史 内斗永远是这家公司 自2006年成立后的核心话题 Twitter在激烈竞争中呈现的衰弱知识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公司的创新能力不足 还有执行力的不佳 近两三年来 社交媒体在单一平台上功能热议多样化 而Twitter的产品功能方面呢 改进和迭代的速度太慢了 跟不上快速的发展的市场变化 140个字符的限制 对推文中图片和视频的支持功能等 改进的太慢了 Twitter其实还是最早推出短视频分享功能的公司呢 其产品Vine称得上是鼻祖 也是由于这产品自身和运行推广的原因 近日已经宣布关闭了 这就让我联想最初研发数码相机公司的Codec 也是弱得如此的命运 若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Codec的这公司 请在下方留言哦 我们会一起探讨这家公司 总之 公司的创新能力不足 没有突破固有模式的局限化 才使得其在激烈的竞争中 逐步陷入被动 这提醒我们 无论是传统行业 或者是新兴的互联网行业 持续不断的创新 才是公司永远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啊 好了 影片来到了尾声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 写下你们的意见和看见 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什么公司想探讨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所能的为大家输出更多 值得探索的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不错的话 请记得点个赞 以及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哦 若你想继续看这类型的知识影片 建议你订阅以及打开小铃铛 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最新的影片上架咯 下支影片再见 Bye